小游酷玩 我个人还是感觉把它放在中间这个大厅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前后都能估计的到 但是这个完了 由于这个火箭所处来的位置啊 它有一个甲层 所以说我也是够了好几次也没有够到 那我就转头先放弃一下它 然后看到一个它的队友啊 一个平衡 平衡完之后它无法 也就是说跳跃慢的时候 估计很大一部分老鼠都会选择回头利用技能打断我们的脚步 然后再往前跑 等到算是移动速度减缓的这个时期过了 再继续 所以我也没有给它机会 直接躲过它这个锤子 又有一个队友来救它 先稍微躲一下它队友的盖尔夫球 因为如果被砸中 我们也会造成一个减速 扔下一个盖尔夫球之后砸中它的队友 然后一个盘子没有打中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这时候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像我这样下去找它 下去找它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风险 最主要的风险还是一旦下去找它之后 大家会发现它会频繁的去利用跳跃来救它的队友 然后由于它自身体积比较小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是够不到 我也是没有够到它 然后太妃在这时候给我捣乱 直接使用它的火箭筒 打断了我的一些技能 但是没有关系 看看它想怎么跑 它往上跑的话 如果不下来 那是稳稳的可以抓它的 但是我想了想还是算了 直接走地下通道 因为我感觉地下通道应该有人 果然 下去之后呢 发现地下通道有一个老鼠 先远程扔一个 戈尔夫球没有砸中 再扔一个碗 它还是往前跑 哎兄弟 这时候就不要挣扎了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继续跟着它 因为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人点了这个炸烧桶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着急 把它逼上这个台阶 它明显是要往上爬 再一个平A 直接打成残血 火箭筒马上就要炸了 其实我刚才只想 利用这个火箭筒的器材 将它爆炸 抓住之后 直接绑在火箭上 然后正好凑足 这个爆炸时间 直接将它放肥 但是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啊 反正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 绑在火箭上之后 它队友肯定会来救它 因为目前他们搬 怎么说 搬进去的奶酪 其实不算很多 我也是有机会 跟他们稍微耗一下 完成之后呢 上方出现一个老鼠 它要是去救它 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它在底下 有一个老鼠牙 不知道它要怎么做 先是一个碗没有砸到 没有砸到之后 也不用很着急 果盘由于它体型比较小 所以说也没有够到 它救完它的队友之后 我再一次将它队友 放在火箭上 然后将它抓在手里 这时候呢 其实有这么几个选择 首先 我可以选择 把手里这个人 一直握在手里 然后等它的队友 被救下之后 把它放在火箭上 直接放肥 但是我没有这么选 原因是因为 我这个上方有一个火箭 之前是绑过人的 40多秒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 我还是可以接受 所以说我也是 给它绑在了上方的火箭上 洞口已经被他们打开了 也不知道它的队友会怎么选 如果它的队友呢 选择一个过来救人 然后另外一个去 触发这个火箭的 不是火箭 是触发这个洞口的话 我会非常的尴尬 所以说呢 我也是先预防 上方这个人逃跑 因为它一旦跑了之后呢 局势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它队友已经被放肥了 我现在还需要放肥两个老鼠 虽然说 洞口已经被打开了 相当于老鼠 现在占据了主动权 但是大家玩到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 先抓住一个耗的 哎完了 它还是躲过了 这个洞口的血量 由于我刚开始 看它那个队友 所以说洞口的血量 也不是很足了 先是一个平A 打探一个 打探完之后 这招千万不要使用技能 现在的技能使用方式 应该是一会儿 在我们 它打完洞口之后 我们再一次使用这个技能 这样子队友抱着火箭 这两个人肯定是想 打破洞口 不要着急 直接抓回来一个 哎漂亮 这个就是我个人 目前本期视频 想介绍给大家的 关于老鼠 已经打开洞口 并且人数比较多 马上要逃跑 然后应该怎么做 暂留原始汤姆的技能 在它跑向洞口的 一瞬间抓在手里 就可以获得比赛成立 那本期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 本期给大家带有新的 验尸猫猫老鼠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